好了,再说一次第25条,因为这条真的很难 第一点,每一个总电阻都是19Ω 代表这里有10Ω电阻 而这里也有10Ω电阻 两个电阻里有10Ω电阻 所以第一个要留意的地方,很重要的 这里不可能会供应220V给它 因为它在电线中间里面 其实它会有个电势下降或者会融化 所以其实它不能去到220V 用了多少呢?稍后我们计算一下 有什么用呢?这两个数据要返回 这两个数据用的地方就是找R 我们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用P等于V二次 over R P就是484等于220的二次方除了R 所以得到结果呢?就是 到结果呢?就是 220的二次 除了个484 所以得到结果呢?R是100Ω 所以结果来说呢,我们可以看 这里呢,我们就不当 这些数值不当它存在的了 直接告诉大家这些数值是100Ω电阻 这里是100Ω电阻 OK 在上面的题目中是简单的, 因为我们要知道, 计算这里的功率, 我们可以用的公式就是P等于R2次R 为什么不用P等于R2次R呢? 因为我们不知道V是多少, 我当然可以找出来, 但我们很容易搞错了, 总之不是220, 应该会比220少少 那是多少呢? 稍后我们会做吧, 这个我们找了R, 所以把它插掉, 留点位置给自己看 现在我们拥有的东西就是这么多, 我们拥有的公式P等于I2次R 第一条很简单, 上面来说很简单, 因为我们要知道, 整个总电座R是110 OK? V等于Ir, V是220, 等于I乘以总电座110 所以I等于两个A, OK? 在两个A里面, 我们知道P等于I2次R, 所以就等于2的2次 2的2次是4, 4乘以100, 所以就有400个W, OK? 它其实问过功率的耗选比, 所以我们要计算这些耗选 那耗选了多少呢? 耗选了就是同样, 这里中间的就是I2次R 这次就是2的2次, 4乘以10, 所以这里的耗选就是40个W 可以吗?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 发热机的功率是400W 和它的压定值484是差一点的, OK? 因为它的电压不够, 所以会小了, 这个很正常 这个没问题的话, 后面那一部分就麻烦了 因为我怀疑它的题目也出得不太好, 因为太复杂了 没理由一条MC可以做到的题目 好,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这里有100Ω, OK? 这个情况就是这里有100Ω, 我不知道究竟它中间有多少个V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里的V是多少 这里的V我知道是乘5倍, 所以这里的V就是1100, OK? 这里的V是100, 但是我不知道10Ω用了多少个电势 所以这边的电势呢? 我也不知道的, OK? 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很难做的,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东西去做出来 首先第一个假设, 这个假设就是I, 这个就是它的电流 OK? 这个电流是多少呢? 我们不知道的, OK? 所以呢, 这边的电压呢? 这边的电压呢? 我们就可以推断了 这边的电压呢? 就是1100-10×I 因为呢, V 等于 I, R 嘛, 那 I 乘10 就是它的电势, 那么所以呢, 这个就是这个位置的电势 那我们这里做了一个降压, 撞到5倍的压, 那么所以呢 如果呢, 去到这边的话, 去到右边的话, 结果就是1100-10I除5, OK? 那这里是个V, 这个就是这边的V, OK? 现在除了5, 就跳到这边了, OK? 这边的V, V 等于什么? I, R, 那么 R是100, 那个I是多少呢? 这里的电流是多少呢? 这里的电流呢? 其实跟前面这一堆电流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呢, 电压呢, 就各5倍, 那么电流呢? 就升5倍, 因为这个是100%的嘛, 所以电流呢? 就是大5倍了, 所以电流就是5I了, 所以这条公式就是5I乘100, OK? 把这条公式解掉, 我们就知道I是多少了, 我们解掉这条公式 这条公式把5成对面, OK? 乘1乘去就是2500I, 然后把它搬好些位置, 2510I等于1100 所以I呢? 2510除1100, 得到答案是2.28 噢, 不好意思, 应该是1100除2510, 掉转了 所以答案是0.438A, OK? 这个电阻里面的耗选是多少呢? 这个耗选就是I2次, R, 就是0.438A的2次, 乘10 所以这里的耗选就是1.92W 我们用40W和1.92去比较, 我们就可以知道答案是多少 所以答案就是20.83, 所以答案就是20, C 就是这么多了